假日早不少车辆开来都是家属来探望院生 这栋建筑外观看起来像是别墅 其实是间疗养院 但就在4号深夜 却发生了院生点火自焚 烧成浇湿的可怕案件 消防人员抵达时火势已经扑灭 但一名男子却被活活烧死在床上 因为他四肢被靠住动弹不得 案发地点就在疗养院连接AB洞的通道 两旁都有防火门 但他当时被靠住 用打火机引燃火势后根本逃不了 被活活烧死 但他为何会被靠住 意外发生在晚上 男子疑似有情绪失控 耀烟不成打伤护理人员还有看护 由于大吼大叫又有伤人行为 因此双脚被束带绑着 双手上靠被安置在走到管束 但他口袋藏着打火机没被发现 男子摸到后点燃烧了床单引发大火 由于通道两旁是防火门隔绝浓烟 知道其他院生看到火光才通报 但为时已晚 事发后疗养院低调不愿接受采访 这表示配合检警调查 厘清事发原因 记者杨子剑绍子阳新闻出报道 通道 警调查